Long,大家好,我是Wendy,来自iVen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们是新来的朋友 欢迎你们,你们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点击notification bell 就是通知铃铛 来收到我最新的影片 好,那么给你们 你们都知道上个礼拜 我做了我妈妈最爱的多肉植物蛋糕 如果你们还没看过的话 请记得click来看看 那么呢,接下来我今天要教你们做新型的蛋糕 而且是用字母方式的布置来制作的 如果你们还没看过 那么我之前做了个个的J字母蛋糕 请click来看看好不好 那个是以饼干为底的 非常特别 叫做Cookie Cake 那么今天我就要示范 用蛋糕来做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都做了 给你们有关注我的Facebook跟Instagram的 你们都知道我最近做了很多的Alphabet Cake 那么他们都很喜欢 因为呢,就代表了那个人的名字 对不对 你所亲爱的那个人的名字 所以呢,他们都问我到底怎么把它做的平稳 那个蛋糕会塌下来这样子 所以呢,我今天就要示范给你们看怎么做 非常的简单 而且上面呢,是放了很多很多的水果来做布置 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就一起开始了 好,一开始我们需要准备两个10英寸的潮湿巧克力蛋糕 师傅影片在上面 那为了做给它薄呢 我就用了两杯面粉的分量而已 那么也准备了9英寸的星形纸模板 像这样子了,中间有一个小星形的 然后就用一把小的刀来割出这些多余的部分 把这个星形给切出来 建议用小把的刀 而且比较利的刀 这样子你就可以切出一个非常美的形状 尤其是这个弯的这一边 把这个多余的蛋糕拿开 然后把中间再切这个小小的星出来 重复切两个这样子的蛋糕好不好 因为我们有两层蛋糕 好了,之后把纸模拿开 然后把中间这个星形拿出来 你可以保留着来做一个非常小的蛋糕 也是很美的哦 然后把它们拿去冷冻两个小时 或者是到隔夜 我的是我冷冻隔夜 这样子方便你做哦 等一下 然后呢,我就用了500克姿势奶油的这个分量 来做这个糖霜 上面也是有食谱 然后涂一点在这个Cakeboard上面 然后呢,就开始放你第一层的蛋糕 慢慢的拿 我用刮刀还有一个大的刀来帮助我拿 这样子能够确保你的蛋糕不会断裂 然后就涂上一层薄薄的这个星形的糖霜 然后就开始放巧克力棒 这个是第一层的支撑哦 非常的重要 有这个呢 就能确保你的蛋糕会非常的漂亮 我也放上了一系列我喜欢的水果 就包括草莓 这个葡萄 还有蓝莓 就这样子跟着排列 排成一个新的形状来做支撑 然后在上面涂上多一层薄薄的糖霜 然后用刮刀来刮一刮 让这些水果都能够连得稳稳的 然后呢,用805的裱花嘴 就是Piping Tip 805 用这个指定的这个裱花嘴呢 可以帮你挤出一个非常均匀 而且同样大小的这个糖霜 非常的美丽 把外面这层跟里面这层都铺上一团一团的糖霜 这个会做那个布置非常的整齐漂亮 好了,之后呢,不要急着做 记得记得一定要拿去冷冻一小时 就是放进那个结冰的地方 然后现在拿一小部分的这个糖霜呢 就滴上一小滴的这个红色食物色素 我喜欢非常粉色的这个红色 然后就准备 一二四的裱花嘴 就是上面细的下面是粗的裱花嘴 然后在细的部分 你就放上这个白色薄薄的一层 就比较少的 然后在这个粗的那个口那边呢 你就放上红色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要来拍那个花了 今天我用花钉就沾上一点糖霜之后 连你的烘烤纸 之后用这样子的方式 对不起,我忘记了 我这个是还没有focus好的 好,focus好了 现在就这样挤 就向外挤之后 振一振你的手 一面挤,一面振,一面转你的手指 就是要practice一下 也不会很难跟之前我做的那个花 有一点相像 不过呢,就只是振一振在外面 来拿出一个好像抗奶昔的感觉 可是这个是三层的 我也不懂什么花 我自己制造的 然后在中间就加上三颗银球 然后就把它们拿去冰箱冷冻 两小时或者是隔夜 然后接下去我也做了玫瑰 玫瑰的方式 跟上个礼拜的多肉植物蛋糕有一点相像 不过呢,薄的嘴要向上 然后就pap到你满意为止 然后就放进冰箱冷冻两小时 现在好了,下面那层的糖霜已经硬邦邦了 对不对 就把你上面那层呢,放上去 所以记得要小心,而且移到非常准确的位置 好了,之后就继续pap你的糖霜 通常我的前三粒都没有那么美的 后面那几粒就会比较漂亮一点 然后就继续挤 先挤外面那层 因为呢,最好外面那层的糖霜 可以跟下面那层的糖霜是一致的在同个位置 这样子就会看起来非常的整齐 还有里面那层的星形 小星形也是一样 然后就在中间的空格再填补 现在呢,是时候放上水果了 放草莓,葡萄 草莓可以切片,葡萄也是可以切片 然后呢,我也切了碎碎的那几小片的这个草莓呢 铺在空洞的位置 还有放上蓝莓 我的蓝莓是有上妆的哦 放上了金粉 然后加上你的花朵 花朵已经很硬了 你就这样子 拔开那个烘烤纸之后呢 放上去 给它们比较自然一点 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向外生长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Kicat 我最爱了 我觉得都搭配很好 就不会全部只是酸酸而已 还有一些巧克力的味道 Kicat我觉得很适合加 然后再撒上一些的银球来做装饰 然后我用了这个Gelatin Glaze 就是凝胶涂层呢 来涂上一层在水果的外面 很多人问我这么水果这么亮的 我就是这样子来保鲜 而且看了非常的亮 然后给我们的Kicat上妆一下 涂上一些金粉 它就会很漂亮了 然后我们的新型蛋糕就做好咯 很漂亮对不对 很适合拿来当情人的礼物 还有这个蛋糕 其实是我的亲戚 order给他的妈妈的哦 他妈妈非常开心 我也感谢他们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蛋糕 还没有看我上个礼拜的video 请记得观看 然后还没有订阅我朋友 记得订阅我哦 还有关注我在我的social media 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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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